1. 计划前提与诉求 高雄市就一会听史若晨于1966年 扮演原高雄市的民主殿堂近50个年头 但至县市合并 一会搬迁至凤山区后已过了12年余 期间虽有教育局短暂进驻 但也未能妥善运用 反倒是植物有了充裕的生长时间 如今此处在高市府文化局主导下 真面临多边的开发 本会希望高市府文化局 都发掘单其把关的责任 于开发条件中要求基地建筑的建筑面积 及以地下室的开挖范围能缩小 以法定空地形式保留下基地内座 中右三侧的绿地与共计173颗 约35到56年历史老数学 其中的服务与大王椰子 已经种植超过50年 具备特定纪念树木的保护资格 更显珍贵 2. 开发带来的绿地危机 今年2023年3月初 文化局公告评选结果 由台湾人受获选最优申请人 欲将此处重新活化利用 本计划将保留由 王兆藩建筑师所设计资议会前栋 拆除一室厅 后方高峰大楼 总计划面积约7016平方公尺 一都市计划法高雄市 施行细则属于第三种商业用地 限制禁闭率60% 容积率490% 建筑基地之地下室开挖率80% 为针对基地内饱水及植栽等 提出具体对策 经委员会审议通过者 地下室开挖率的在卓宇提高 老建文活化在利用过然不思维一方美坛 维文史研究者曾表示56年历史的义士主厅的拆除 等于毁了历史建筑最重要的心脏 对拆除义士厅表达反对立场 而本会担心为充分利用可开发面积 建商是否会破坏掉基地内既有的绿带 从旧照片中我们不然看出 义士厅门口 周遭的一些树木 是伴随着它的落成便已存在的 一个空间的形数与氛围保留 不单单仅有建筑外观或材质而耳 周遭的纹理也十分重要 当时广场、通道、绿带的编排 树木的数量与树种选择 也是需要一同被维护的 而基地两侧的大树 也有着隔离草杂车流 缓解高大建筑所带来压迫感的作用 应该被保存下来 倘若设计单位于最大化利用可开发空间 则两侧数权势必不保 故希望厂商与政府能善尽公共责任 地下室开挖因回避既有数权与绿带 缩小开挖面积 以保留这些少则35年 多者56年得来不易的绿资源 此外 如何让如今现代化的四龙 不影响到一会空间的体验完整性 也将会是接下来设计方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三、绿地树木保留的用意 一、议会厅周边的大王椰子与浮木 除生长年代久远外 两者作为台湾早期公务机关爱用树种 也让人将其与对旧议会的印象深深融合 同时也作为一字听的门面形成一处独特景观 二、基地稀设的大王椰子、浮木 硬度紫坛的长条绿带 除提公寓会停车场的增音外 也是创造整体空间维数感的作用元素 更将一旁六层楼高的 就高雄市调查处大楼给隔绝在外 以绿域去软化其对基地内视觉观感的冲击 三、东侧的六米宽绿带 同样有阻隔自强路对面 公寓大厦凌厉紧致的作用 更有阻绝车流噪音 降低空物的功效 使得基地内部更显幽静舒适 无论是对来休闲的民众 或是未来办公的青年创业家们 都会是个良好的使用体验 四、与改建工程有所冲突的区块 从前元休西市的高峰大楼 与一会厅间有意狭长走道 两旁种植有罗汉松 因生长已久 颇有年份与价值 由于此处于计划中 应当是会被移除的区域 希望设计方在做考量时 能对这些费时成长的有价数目 进行妥善规划 应给予其三个月至半年两根七 无论是要卖出货移植 再将所得回馈于案件中 而非纯粹使其人为工程的牺牲品